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TKT Channel 我是主持人TK 今天是2016年1月17日 台湾的大选在昨天正式选出了一个新的总统 蔡英文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在上次的2012年 他跟马英九选举总统失败的时候 发出了他的感人的一篇败选感言之后 四年内他卷土重来 这次他大赢了300万票 等于是把国民党狠狠地打在地上这一拳 这四年累积的能量 把国民党几乎是打趴在地 人家说是雪崩式的一次败选 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 不但总统输得非常难看 连立委的席次也大幅地滑落到35席 而这35席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35席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在民进党在这个国会当中的 等于是有了过半数的这种局面 而原来这个马英九 他在所谓的最后第二任任内 他说他追求的是历史的定位 而历史的定位 现在令他想不到的是说 他的定位可能会取决于民进党的善意 怎么说呢 这35席立委呢 基本上是不到他一半 而且民进党假如说要罢免马英九的话 他会创下任期不满的首例 他不但能够提案 民进党能够提案 而且绝对能通得过 所以说假如说今天民进党没有善意 或善意不够 他们提出罢免案 然后要罢免马英九 其实是可以通得过 而且是有机会的 让这个马英九剩下的四个月 可能非常难过 更不要起所谓的历史定位了 那在这种局面 我想马英九当初也是始料未及 在四年前风光的 拿到这么多票 把小英打败 那四年后的今天 小英卷土重来 再度发表他感性的胜利宣言 而其中的这个差距 恐怕是马英九心里面 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一种 天翻地覆的一个 天摇地动的一个改变 那今天我想要谈的是说 当然民进党执政 全面执政 从总统到国会 到这个地方首长 可能地方各地方市议会 其实现在都大部分 都属于大多数了 新的小党的力量 像时代力量 这次有很有斩获 而柯文哲全台辅选 也辅选出很多的立委 也代表了柯文哲 他是所谓的白色力量 在未来的国会 也会有他的议席之地 也会有他发言的管道 那在未来他会不会走上 更高的一步呢 这个也有待观察 毕竟他有了他的世卫军 他有了他的这个共同作战部队 在立委的这个 在立院里面 他有他的这个敌系 或者说他的旁系 或者是亲系的人马 在地方诸侯方面 他也有他的这个 结盟的迹象 所以未来会不会更上一层楼 成为小鹰的劲敌 谁也不知道 那今天我们也不谈这个 今天我们只是要谈谈说 国民党的溃败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是说 国民党的溃败 其实并不在于说 马英九的施政如何如何 马英九的施政不好 这个是见仁见智吧 大部分人觉得他施政不好 那大部分人也都对 马英九曾经有过的德政 也都不曾记得 那网路上也有许多的文章呢 对马英九这八年来的 功功过过 有了蛮多的这个比较 跟这个陈述 我主要是说的说 在国民党而言 他们今天会走上这个地步 等于说是被民党这个打着跑 或说是追着打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是在于说国民党一贯引来的 所谓的不统不独不武 什么叫不统不独不武呢 就是说不统 就是希望说 我们自己国民党不会统 不独是国民民党不会独 不武是中共不会打 那这三个步呢 讲起来是没有什么错 但是呢 你并没有办法给引 你人民的一个所谓的方向感 比方说 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不是往左转二十度 不是往右转三十度 不是往左下角转五十度 那你是要往哪个方向去呢 你并没有指引一个方向 只能说有三条路我们不能走 不同不独 统独武的路都不能走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站在原地不要动吗 那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不知道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时候说民进党 蔡英文他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说我们不要核电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涨油电 双涨 也不要涨电价 那我们要反服貌 但是我们要 也不反对 这个跟中共的一些协商 就是说 他在这些 所谓的政见言论上 对大家来讲 大家批评他是很空洞 而且矛盾 那同样的道理 今天国民党他的所谓的几个 这个所谓的政治的主轴 不同不独不武呢 其实也落入了同样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同样的逻辑的一个 陷阱里面 我们想想看 今天民进党他之所以能够 能够在这几年之内 能够有这样的茁壮 所谓的年轻人 让他有所谓的天然独 这种现象发生 我觉得主要的是因为说 他们有一个中心思想 这中心思想就是要台湾 要自己要独立 我们今天不讨论说 台湾独立这件事情 到底是对或错 或者说是有没有道理 不管 今天他们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台湾独立 而今天所有的其他的事情 在台独这个中心思想的旗帜之下 就会消融于无形 就是不论你做什么事情 但是你只要嘴巴喊的是 台湾独立的中心思想 基本上大家都会体谅你 会原谅你 因为你有一个背后 更大的一个目标 为了要执行他 你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可能会体谅你 而且会有一群人 会因为你这样的一种思想 大家支持你这种思想 就会义无反顾的扑上去 护住这一面心中的一面大旗 想当年国父在要领导 这个所谓的一般的革命 革命制式 要这个反清 要能够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假如做一个民调 恐怕有99%的人 不会支持国父 所谓的这种 要推翻满清 建立民主政治的一种思想 那国父呢 他凭借什么呢 他凭借就是说 我有一个中心思想 这个中心思想 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政 然后推翻满清 然后驱逐达鲁 这几个中心思想拿出来之后 我开始慢慢用我的 这个所谓的言行 来感召一些人 来笼络一些人 或者说来拉拢大家的想法 让自己的想法 能够逐渐的扩散 假如说你是一个对的 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方法跟思想 而你是一个对的一个 我说是你一个能够 即感动人的一种演说 或者说是一个政治家 当你能够身体力型的 利用把你这个中心思想 能够宣扬出去 当你能够把一个 只不到1%的人 能够接受的事情 慢慢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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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的未来的影响力 会是越来越大 而你的成长会是因为 这些人他们同意你的思想 同意为了这个思想 为了中心思想来奋战 你就会聚集越来越多的人 而有越来越大的力量 但是假如说 你的这个中心思想 是一个不良工 是一种垃圾型的 一种中心思想 或者说是一个 不合实际的 或者说是没有办法 获得其他人认同的 一种中心思想 那就会被弃之如必喜 也就不会成功 所以重要的是说 你要有一个中心思想 而这个中心思想 能够抓得住人 而且你的领导人 是能够很有效的 或者说是很煽情的 把这个中心思想 传播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接受 受到你的感召 愿意追随在你的 这个中心思想的旗帜之下 往前迈进 前仆后继 这也是说 就是说 国父他那时候 能够从小小的 一个小地方 一个中央 从一个省市政府 慢慢的如野火燎原般 把整个中国给席卷下来 这也就是一种 所谓的中心思想的力量 那今天国民党 许多台面上的人物 都说我们 不知道民意之所归 所以呢 跟民意有所落差 所以我们出了 其实我觉得 并不是在这边 民意就像台独在 我想在十几年前 在二十年前 恐怕台独是属于 台湾 绝少部分的一种想法 但是也随着时间的改变 他们慢慢慢慢慢慢的 就成为了社会上的一种 几乎是一种主流 现在来看 既成为主流了 那他为什么呢 他假如是跟国民党 保持同样的想法 在二十年前 哎呀 这个跟主流民意有所落差 我们不要这样走 我们应该放弃这所谓的台独的思想 假如在十几二十年前 或是三十三十年前 这些人 他们放下了心中的这边思想大旗 而跟随着所谓的民意主流 继续让国民党领导 我想今天他们不会走到这一步 而这种 做这种想法呢 其实我觉得 在这次选举中 其实我不知道 很多注意 国民党蓝军选情的人 怎么会没有人 就是说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来 跟国民党来推进 而国民党事实上 可能也是因为 目前面临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关卡 到底国民党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到底是要统一 所谓还是维持 真正的维持现状 这两个事情你要讲清楚 你要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在那边 维持现状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办法 就像大家批评蔡英文 这次她是空心菜 讲说维持现状 不负责任 同样国民党 你也是不负责任的 所谓不统不独不无 这不就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说法吗 相对来看 其实洪秀柱他这次 他在选总统 在没被换住之前 他讲的中国 中华民国依照宪法 未来是要走向统一的道路 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许 也许他不是一个主流民意 但是假如说是你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一个中心思想 你们遵循了一个 始终不移的一种信念的时候 你就应该往这个方向推过去 不论在这次选举 就算你们真的大败了 可能比35席还低 但基本上至少你笼固了 一个基本盘的态势 这基本盘是会始终拥护你 也许现在可能是老人家比较多 但是在未来 当中国大陆的崛起 成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或是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 两岸的交流 或者两岸的认识 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 一个现象的时候 统一是另外一种 简称的一种 泛称的一种一个名词 而怎么样把这统一 变成是一种 可接受一种状态 到时候是有一个 有英明睿智的领袖人物 能够出来 confident 或者说让一些人 愿意接受这个想法的时候 不见得他会是 社会的一个非主流 所谓的统一 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一种表示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一些台面上的一些人物 不论政治人物也好 商界人物也好 都提过了很多的构想 比方说什么 一个联邦两种架构 还是一个架构两种联邦 类似这种想法 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这个统一变成 不是一个零与一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 一的是台独 或者是像中国极权统治 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做事方法 我们今天讨论的也不一定是说统一 就是要归咎于这个 中国的极权统治 台湾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发展到最后 通常都不会是在这两个极端中存在 而是在中间的状态里面摆动 我想这也是一个 事实上这个物理学 或者说 就是现实社会上的一种 最普通的一种状况 而这种状况呢 未来是怎么样的一种达成 其实是需要一种有智慧的人 他能够引领出一种方法 然后或是理论 我想曹新成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没有办法真的持续去煽动人心 或说让他的这个思想能够扩大 曾经有些人曾经有这样的一些做法 但是好像并没有受到一些人的采纳 我觉得重要的是说 国民党今天至少你还有一部分的人 利物 或者说能够把这个资源 能够把它 能够把它 好好的善心利用的话 其实他是有机会 把这一块小火 小火种 能够慢慢慢慢的放大 让这个火能够 也许有一天 他会成为 跟台独的这所谓的主流民意 能够有所不同区别的一种 思想的主张吧 那时候才是国民党 真正能够翻身的时候 要不然现在我们来看 国民党他这次想要翻身 想要靠 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这个想法变成非主流 我想非常的困难 而想要靠蔡英文的这个施政失败 像陈水扁的施政 到最后呢 施政失败 然后再翻盘 这个机会恐怕也不大 所以呢 我觉得重要的是说 国民党你要回来 好好想想你到底 你要找回的所谓的党魂 党魂就是你的中心思想 到底是什么 想清楚了 再重新出发 你才有机会 也许今天是小小的一步 也许是今天是小小的一群人的 一个中心思想 只要你觉得是站得住 行得稳的一种中心思想 就应该好好走下去 而不应该 就是为了所谓 我们要符合主流民意 就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 今天 在社会上有太多是所谓的 为了要主流民意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必须做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很 蛮民粹的一种做法 其实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真的一个 有担当有见识的领袖 所以应该做的一种事情 那 但是呢 回头来看 台湾的这个总统的选举 马英九的当选 其实呢 百分之七八十可能归功于 陈水扁的贪污吧 所以马英九才有了他的机会 那今天 蔡英文的当选 又百分之七八十 可能归功于马英九的 这个 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在台湾做总统 其实不难 你只要呢 时间对了 地点对了 然后前任的总统呢 成为你最大的助选员的时候 你当总统的机会就大了 当然呢 你要做到成为总统候选人 这一步呢 是需要很多的努力 但是当你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 你的成与不成 选得上选不上 大部分是看你的前任 或现任的这个总统 他的施政 跟他的这个满意度 这是你最大的助力 其他的所有 就像蔡英文 他在这段竞演时间 其实给大部分人所讲的 他基本上是一个 虽然说他后来 是没有在躺着选的 但是大部分时间 他今天不论做任何事情 或是不做任何事情 他基本上都是会 以这种大比数的 这个赢票 能够打败这个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不论是朱立伦 或者是原来的红秀柱 他应该是都毫无悬念的 就会成为这场比赛的赢家 但是 想想看 台湾的总统选举 老是要靠前任的总统的 这种加持 或是敌对政党的总统的一个 后续影响 造成的成就 新的总统的产生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不太正常的现象 那未来总是希望说 大家是一种良性竞争 然后将政经商的比来比去 再看现在的立法院 新的龙头未来会产生 希望呢 未来呢 立法院会有新的气象 不要再看到 王金平 柯建平的这种密室协商 但是 说实在的 我对这样的一个期望呢 其实 可能也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毕竟 美党未来是所谓的 多数党 以他们这种 如狼似虎的个性 每一个都像是一个 骁勇善战的 这个战场之狼 在立法院 你要让两个人 能够协商搞定 我看恐怕不容易 但是呢 今天民进党的意志 蔡英文的意志 可能会 贯彻到 立法院 而立法院可能会成为 总统府的一个局吧 因为 毕竟这个蔡英文 是如日中间 而他做事呢 又不像马英九那样 比较不沾锅 他可能会有 比较强烈的个人意志 来贯彻一些所谓的立法的 一些制度的建立 那 未来台湾会怎么样 台湾不能等 台湾没有蜜月期 台湾现在面临的太多的问题 比方说 中国大陆 开始要向台湾的 所谓 新竹科学园区 想要买 所谓的 小小阿倍 赶快把一些 好的 好的设计公司 好的科技公司 好的半导体公司 用他们觉得 还很理想的价钱买下来 而他们认为的 理想价钱 已经是比我们 平常这些科技公司 被拭目进行谈的时候的 价格高很多的价格 能够拒绝得了 这些中国红色 这个财团的 这个所谓买办的 这个收购吗 这是一个台湾政府 未来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不准 这个中国政府 他们未来 扶持的半导体产业 还是会超过你 你准了 那假如说 这些产业落入 中国的一些 控制当中 假如说今天 他们为了 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情势 要必须要 掌控你这个 先端技术的时候 来培持他们 自家气的时候 你有如何 如何来应应这些问题 我想未来的政府 今天蔡英文当选了 他会要面临 这些问题的一些 一些必须思考解决之道 对于核电 你之前你在野 你可以说 我不要核电 但是我也不长电下 你等你当选之后 你要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你要拿得出办法出来 这些都恐怕不是说 空口说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能够解决的 大家看你怎么做 未来怎么做 台湾会怎么样 我们就慢慢看下去吧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这是 等于说 这次总统选举 玩了一点小小的小码 跟大家分析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下一个节目 对